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此深圳板块整体上涨幅度非常大 深圳板块上涨超过5% 带动了整个中国股市上涨 深圳两市上涨的公司股票数量超过3500多家 所以我们看到的就是中国目前的政治对经济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 对金融市场的影响也比较大 甚至比较深远 所以中国方面的利好影响了带动了美国和澳洲晚上的外盘的一个增长 股市的一个上涨 那么除此之外我们看到特朗普那边 美国方面对华为对中国贸易战也是有一定的态度上的缓和 主要的原因是因为特朗普最近会面了很多的科技界大佬 包括库克苹果公司的CEO 那库克对特朗普很直白的就讲到 如果是未来呢持续的啊贸易战的恶化 那么加关税会导致苹果公司在全球市场的竞争力下降 包括很难以跟对手啊三星公司进行一个抗衡 因为呢特朗普方面的加增关税会对这个相当于是苹果公司 把自己的这个啊贸易税务10%的这个成本加到了产品里面 所以呢在国际市场上竞争力就会相应的下降 因此呢政治和经济呢本身呢都是相关啊 在一个国家的经济不错的时候呢 政治政府的作用呢相对会减弱 因为呢基本上属于无畏而至啊 每个每一届政府都希望自己在位的时候呢 经济好一点这样的话自己不需要做太多的事情 但是反之呢像现在啊 全球世界经济也现在已经是下滑的预期非常强了 那么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政府就需要出手干预 因为每一届政府都不希望自己在任期内呢出现经济下滑 所以呢啊政府做的事情和央行做的呢 就是在降息刺激经济增长 但问题是经济是存在周期的 有上涨就必然要下跌 政治方面呢啊没有任何政府是希望经济下滑 所以呢两者的矛盾就体现出来 那么通过政府的调控呢强行的改变了经济周期 我们看到的就是降息啊降准或者央行下调这个利率啊等等印钞啊QE啊货币宽松等等的这些举措呢啊有可能在短期内啊政府的任期是三到五年 短期内呢刺激本国的经济增长 但是呢国家发债的数量就非常的多了 那么长此以往的话只有最后一些政府啊债务最多的时候可能会出现更加严重的一个经济情况 那么到那个时候呢央行也没有更大的一个把握啊也无息可降 向银行啊放贷的话 那么做房作为房地产来讲 居民主要是靠银行的贷款来支撑房价的上涨 但是之后呢如果是利率持续到零利率或者是负利率时代呢 银行呢也是没有钱去放贷 那么房产的长期资金的支持就会继续降低 呃我们再看到呢就是澳洲方面呢 SEC目前对澳洲六大啊 我们说哪六大的金融行业呢 就是啊有这个AMP和麦考瑞投行 那么这两家的是除去澳洲四大商业银行以外的另外两家比较大的金融机构 那么SEC呢对这两六家金融机构进行啊长期的一个调查 有可能会对澳洲的银行业持续的啊就有一个打压啊 至少是信心上的一个打压 那么目前呢我们看到银行板块呢 依旧是啊比较弱势弱势的一个震荡整理的一个过程 所以呢对于未来的银行业来讲的话 那么房产支柱呢目前已经是有不错的一个回暖 但是啊我们就要看到的是中长期以后 银行是否有充足的资金去放贷 那么现在呢西太平洋银行呢也是刚刚公布了这个自己的坏账率上升至0.9% 也就是说它的融资成本假设我们说是1%加上运营费用呢可能在1.5% 那么它放贷放出的房贷的回报率呢是在3.6%到3.8% 中间呢大概就是百分二点几的一个利润率 如果它再产生比较高额的一个坏账 比方说百分之0.9% 那么它的净利润就要减掉这个数额 因此呢银行的这个坏账率直接影响银行本身的一个利润 好了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全部内容 如果是大家想要咨询更多的投资啊信息 大家可以拨打电话03-8658-0603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